今天的專案調查報告 但是我從報告內容看不出來 徐部長這邊其實是要來做 去年空情總部黑鷹失事的檢討 你們檢討了沒有 飛安的運輸安全委員會所做出來的調查結果 是說你們的失事的飛行員的訓練 應該正常是190小時 結果失事的駕駛員只續90小時 而且夜行的標準也沒有定定 所以我要請部長還有相關官員來回答我這幾個問題 現在改善了沒有 我先跟委員報告 我上任的時候 因為這個事件發生實在我上任之前發生了 我上任已經就立即注意這件事 所以我在空情總隊對我的業務報告裡面 我就立即要求要成立飛安組 那這個飛安組我們現在已經成立了 而且已經整個做人事的調整 把飛安部分就在我們空情總隊成立飛安組 有關訓練 有沒有做改善 有改善 那有關飛行的訓練 我們也跟陸軍 我們國軍的陸軍航空隊 拜託他們模擬機 現在每個禮拜四 模擬機都是給我們用的 那我們的空情總隊的這個弟兄們 就會去那邊接受訓練 那這一部分我們也都在做 所以相關的這一部分 我們都有在訓練時間的要求 因為那個模擬機的訓練等等 就是訓練時間 那夜航起降標準 那夜航起降標準 我們是把他拿來當救難 所以他每一個裝備 都是軍事用途 所以在這裡 還是有一些 跟美國啦 跟我們國軍的合作 所以已經是去年二月 失事到現在 為什麼整個被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 現在正在協商 已經已經有眉目 應該沒有問題了 我再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我上任又一直在處理 飛安組處理好了 那模擬機的 就是因為模擬機 我們只有陸軍航空隊有嘛 所以我們也跟他協商 他也給我們一天的時間 這是非常好的 都已經有進展 那另外有一些細節 我是不是請總隊長來跟委員報告 好 不好意思 再用一點時間 好 很快快速 委員好 那個夜視鏡的這個訓練 目前的規定是 每40天要有一個加持 因為空軍總隊現在的夜視鏡 採購到現在還沒有獲得 我們現在夜視鏡 是跟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借來的 訓練 都是按照計畫來實施 截至目前為止 所有人的這個訓練 沒有耽誤 第二件事要跟委員報告 當初 南宇十四這架飛機 兩位飛行員 他不是訓練不足 他是海軍過來的 本來就是飛了S拐洞C 他夜航飛行時間有290多小時 那麼實際上 他是操作這個 這個六棟M黑音直升機的時間 稍微少一點 但是跟這個技術上面 飛行技術來講 並不是有那麼大的相關 這個部分 我們跟這個運安會 在他檢討報告當中 我們有提過 但是他們不予採納 我們也接受 加強我們自己飛行員的這個訓練 來彌補這些的不足 第三件事情 有關所有的這個訓練 那我到任之後 我就發現 去年 不管是審計部也好 監察院這個來獨打也好 所以這個飛行員訓練不夠 這裡面有因為機礦的問題 有因為任務的關係 有因為天候問題的不好 那只要有一個人 他有一項沒有達標 他就是這個人的訓練不夠 所以我到任之後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第三季 所有的飛行人員訓練 全部是達到標準時速的 這個部分我們按月按季來做管制 報告完畢 好 謝謝 看起來是這個設備的採購問題 還是延當嗎 我當然現在是用借的啦 他現在答應要讓我們買了 因為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是要不要讓我們買的問題 那現在也已經解決了 因為他是管制品 他是軍事用途的管制品 加速解決 一定一定一定 是 好 謝謝曾秀琳委員